反手讲一下 反手的那个搓球 批擦 反手呢 就是准备姿势 准备好以后预判 还是上右脚 这个时候着重跟大家讲一下 还是上右脚 公布 前臂 然后讲一下这个前臂 怎么把它稳定支撑好呢 这时候那个腰腹啊 还是要使劲的 绷住劲 然后控制住你的肩 大臂放松 前臂 手腕 去制造旋转 这时候那个腰腹啊 还是要使劲的 绷住劲 然后控制住你的肩 大臂放松 前臂 手腕 去制造旋转 大臂也基本上是不动的 对 大臂尽量控制住 因为你需要一个支撑点 大概是从什么地方引拍 然后出手以后 从哪个位置开始引拍 因为你这个时候身体是已经 要前倾到球台里面的 所以你只要是往后拉 然后往前 就是一个这样的弧线 它的用力方向是主要是 向哪个方向用力 向前 向你要搓球的方向 假如说我要搓直线 那我要往直线的地方用力 我要搓斜线的话 就往斜线的地方用力 有时候你改变方向的时候 还是身体来调整这个搓球方向 对吧 是身体加上你的手臂 手臂朝向 手臂的走向去到哪 所以这个球就会去到哪 你看有的人搓球是横着搓 从左向右去发力的 这对吗 这样是错的 这样是错的 一定要往前 一定要往前 打乒乓球的这个每一个技术呢 都是最后的这个点 重心都要是冲前的 这个球才会往前有质量 然后手腕的发力呢 也是前臂带动手腕是吧 对 动的幅度大概要多少 动的幅度大不大 不用很大 稍微点一下向前就行了 对 那批长和一般就是慢搓的话 拍型上面有什么调整呢 一般批长呢 可能会更 这个拍型可能会更亮一些 亮一些 然后摆短的可能会更利一些 就还是要根据旋转来 对 根据来球去判断 如果来球是不转的 那你可能批的时候 也利的多一些 对 如果来球是比较有旋转的 下旋强一点 那可能平的多一点 对的 那摆短的时候 正反手摆短的话 需要摩擦吗 需要摩擦 机球的一瞬间 还是有个抓手的 就摆短的时候 对 摆短的话 只是摩擦的时间 短一点 短一点 但是也是有的 就这一下 就已经制造出旋转了 就稍微点一下就行吗 然后批长呢 可能会这个时间更多一些 所以摩擦的时间更长一些 批长呢 可能会这个时间更多一些 所以摩擦的时间更长一些 然后帮我示范一下正反手的摆短 摆短的动作可能稍微小一点 比搓球小一点 因为摆短时间很短 一定要抢在它的前点 上升期去搓到这个球 所以呢 它的时间很少 所以动作也要小一点 就是 球刚起跳的时候就要碰到它 球刚起跳的时候就要击到球 所以这球刚起的时候 就要往前 对 加上摩擦 就摆短它不能等太多 对 然后正手呢 正手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是动作不一样 但是这个 这个理论上是都是一样的 正反手的摆短 只是动作不一样 理论上是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起前点的时候 往前多送一点 感谢观看